大家好 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星穹铁道2.41条龙成就书籍宝像战利品蝶片仙周罗浮悠求玉全收集 第下四层 更新的六个魔方 剩余书籍加蝶片 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悠求玉-4层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前方有一个机箱鸟 然后我们点击对话 对话完之后我们直接上升 然后方向转到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朝这个方向往往这个西方 西方向看 小地图左方看 然后在这个前方柱子的这里 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然后我们拿掉这个宝箱 拿掉宝箱之后我们直接返航 接着 然后我们再 看一下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我们贴着这个边往前走 贴着右侧这个边往前走 一直往前拐 拐到前方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再回头 回头在南方向小地图下放 朝这个方向往前 我们这回贴着右侧的一个边 贴着右侧的这个边 我们下楼梯 下楼梯之后一直往下走 然后在最前方 我们走下来 在前方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 拐下来 然后就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再回头 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朝这个地方看 我就能够看到这个阵容键有一个铺满 然后我们打一下铺满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现在是22个占利品 一个铺满 然后全部集齐 这是剩下的书籍跟碟片 碟片的话 你只要完成主线 就能够拿齐这个版本的所有碟片 然后我们来拿剩下的书籍 我们先来到新茶海冲书 然后这是最右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左前方 这里有个小门 我们从这个小门里往前走 室外温度这么暖 也不知道 然后往前走这个小石道 然后走小石道之后 我们来到这个绿色草坪的这个地方 然后在它的左右 各能扣看到一个小手 然后各有一个书籍 拿完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 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中间 这个什么 这叫什么 呃 诗 成功的传送点 然后你看一下在这个位置 然后传送一下 这是新增的 出来之后我们走到最前方 预空的前方操作台 然后那里新增了一本书籍 然后我们拾取 拾取完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 长乐天 左上角神测 神测斧的传送点 这里也新增了一个传送点 出来之后我们走两层楼梯 一层 走一层 走一层楼梯 然后我们往左看 这个地上有一个书籍 然后拾取完之后我们一直走 走到最前方 走到我们 既然身后 既然身后有一个桌子 然后这里应该是有一本书籍的 这里应该是有一个的 然后我是之前有的书籍未拿 所以这里会有很多 然后这里只有一个这个食疗配方 然后接着我们再往下拉 来到我们丹顶斯 呃丹顶斯 这一个叫行一四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左前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这里有一根BC 叫做 预落 然后再在它后方 然后是最后一个书籍 最批是瑞凿六合的 Plus版 你需要先完成 优求域的六个魔方解谜 然后才能够接到这个任务 然后我们来到 优求域 负一层 最左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 呃就是西北方向 小地都左三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任务指引 然后贴近它 然后有一个西桥 然后叫上六个 就给令牌 然后你就直说吧 选择最后一个选项 你直说吧 你想干什么 好 接着这六个又重新刷新了一遍 我们先回头 先来到我们身后的这个瑞凿六合 就是新版Plus难度升级 进来在我们点击右侧中键的 我们往这个左前方雷格 然后再点击刚才雷出来的这个 我们往上雷格 然后再点击一下 再往上雷格 再点击一下 我们再往就是右上方雷格 然后再点击中键最上方的 我们往右下方雷格 好 然后我们打开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我们一层 一层最上方的传送点 传送点摔着我们往前 在我们的右前方这个入口进去 就是右上一个瑞凿六合 大家看我们到 进来在我们点击最上方的这一个 我们往左雷击雷一个 然后刚才雷的这一个 我们再往左雷一个 然后刚雷的这一个 我们再往下给它雷一个 好了 我们打开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再传送回我们刚才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 接着我们回头 然后我们再回上楼梯 我们远远的 其实抬头就能够看到 这一个瑞凿六合了 上楼梯之后 我们往左拐 往左拐 然后这里就能够看到 这个瑞凿六合 我们挑战 进来之后 我们最下方的 我们往上雷一个 然后最左上角的 我们往 就是右侧的雷一个 然后刚雷出来的 我们再往右侧雷一个 然后接着 我们刚雷出来的 往上雷两格 也许 正确的回答不止一种 接着我们打开宝箱 去找 打开宝箱之后 然后我们来到 副三层 副三层的下方传送点 副三层的传送点 副三层就有这一个 出来之后 我们往前 前方这个机关 我们点击一下 好 接着我们过桥 过桥之后 开启一下这个魔方 原来之后 最右上角的这一个 我们给它往 左上角雷一个 然后 最左上角的这一个 我们先往上雷一个 然后雷完之后 再让它往 右上角雷一个 然后刚雷的时候 在这一个 我们再往下雷一个 接着我们打开宝箱 一望后 打开宝箱之后 门再灰头 灰头一直往前走 前方这个 打开前方 最前方的这一个机关 最前方的这一个机关 我们点击一下 好 我们走上楼梯 走上楼梯 然后前方的机关 我们再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上楼梯 上斜坡 上斜坡之后 右前方走 然后又是一个 瑞凿六合 我们挑战 这个不好解说 你们看一下我的鼠标 指的这一个 我们往上雷一个 然后再点击刚雷的这一个 我们给它 就是左上角 跟右下角各雷一个 然后我们 转一下这个视角 我们稍微转一下 然后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我鼠标的这一个 然后我们 这雷一个 然后刚雷出来的 再往下雷一个 这个实在是 不好给你们进行 说明 然后你们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打开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再传送到 我们刚才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前方 这个机关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过桥 然后左前方这个路画 我们进一下路画 过桥 然后贴着左侧走 然后路画 好 路画之后我们往前 前方这个机关 我们再点击一下 给它放下来 有桿吧 过往的刀锅 好 给它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 我们走上去 走上去之后 然后前方那个机关 我们再给它点击一下 再给它抬上来 然后走到前方之后 我们依然是右前方 最后一个魔方 右侧走 然后一直拐 拐到里面 又是魔方 进来之后 我们先往上 雷两格 雷两格之后 我们再点击最下方的 往我们就是 右上角的雷一个 右上角的这一个 之后我们需要 上方雷一个 然后右上角 还需要雷一个 好 然后接着 在我们最上方的这一个 我们往右下角雷一个 然后这一个 刚雷出来的 它需要往下雷一个 然后再往右下角雷一个 然后我们打开宝箱 去走徐 变化号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负一层 负一层的最左侧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 在我们回头 回头 然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 左三角 朝锡方 跳往前 我们来到刚才这个 瑞娜六合的这个地方 跟西桥对话 把这六个全部交给它 好 获得成就 借金 都可以 在这里 很久 他们偷就 这个地方 我们下方的 我们下方的 怎么下方的